欢迎大家出席香港辩论超级联赛 月祖第五轮赛事 今天的辩题是 甲方 发展元宇宙是人类之福 月方 发展元宇宙是人类之禍 对赛双方为 甲方 天主教崇德英文书院 对月方 佛教沈香林纪念中学 现在我会介绍双方辩原 甲方 主辩 潘志乐 第一副辩 方圆 第二副辩 潘乐恩 结辩 中尚正 月方 主辩 赛慧恩 第一副辩 雷建豪 第二副辩 颜俊杰 月面 吴海晴 我们很高兴请到三位评判 为今场的赛事评分 他们分别是 崇珍书院粤语辩论队总顾问 罗斯华老师 罗老师可能要麻烦你开开镜 谢谢 拔岁南书院中文辩论队前队长 陈学培先生 保浪局赛计有学校辩论队助教朱家闻师生 罗老师可能在一间比赛的过程中 都要你一直开启镜头 不好意思 可能我现在是在街 所以我稍后会开 但是现在不开 本场比赛分为主变台上发问 一副二副台下发问及结辩六个环节 发言时间是4334 反方主变完成发言后 双方各有一次台上发问机会 台上发问完成后 正方一副接続发言 反方二副完成发言后 会进行台下发问环节 双方各有两次台下发问机会 台下发问完成后 会转入结辩环节 除了台上发问及台下发问环节之外 每次发言时间结束前 有30秒一叮提示 叮 够钟则有两叮提示 叮叮 小时15秒会连叮几下 叮叮叮叮叮叮 除了在人生叮之外 我仍然会故意这个牌 可以让辩论员看到 我究竟叮叮有多少下 详细赛规已发布给各参赛学校 请问双方有没有问题 没有的话 现在可以请正方主变才发言 庭 Avengers,... 是 לב сер方łam 听不清楚 听不清楚我们的设计有四分钟花言时间 准备好可以准备好 pool 再各位大家好 互联网在上世纪中期出现之后 人类萌民随着信息传播 汇感速度提升等等的原因 令到科技小平一日千里 然而來到21世紀,互聯網其實依然有很多進步空間,例如由平衡影像升級到立體、安全性、隨時速度等等。 科技界希望追求進步,於是元宇宙這個抗戀就應運而生。 簡單而言,元宇宙即是一個無異現實的虛擬平台,希望著的是開放和安全。 而相關的軟硬件包括ER硬件、虛擬貨幣、NFT等等。 事實上,自2021年開始,重點發展宇宙已經成為全球大趨勢。 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家都在國家政策上加入元宇宙的元素。 不同領域的商界巨頭,例如Facebook、Nike、摩根大通等等都通通是元宇宙發展自己的品牌。 當然,元宇宙是一個很大的抗戀,要達成這個遠景或需數十年的時間。 因此,今天吐弄見題不可以單看元宇宙的中國現景,更加需要審視這個抗戀誕生之後如何促進人類發展, 而人類意志,參考經濟定律,去分為生產和消費者的兩種角色。 我方今天將一床生產者、消費者以及互聯網這個本身被供應為人類之福的產物。 三個角度去審視元宇宙的利弊,我方認為它是人類之福。 如果有三,第一,生產者而言,宇宙促進人類生產效率。 人類最重要的兩個產業,可果於是製造和金融業,先看製造業。 寶馬公司在上年利用元宇宙的虛擬空間,回速和實體工廠一樣的虛擬工廠, 在裏面訓練和試驗機械和人工智能技術。 最終生產的時間快了三成,製作成本亦都大大下降。 原因就因它在虛擬工廠可以由無限的資源去嘗試。 包含公司準備直接在元宇宙製造飛機,先由人工智能在工廠掛圖組裝, 把訊號傳送給現實的工廠,被機械去執行。 包含重工程師希斯羅布指出這個方法, 可以將成品質素提高七成。 可見元宇宙在現用製造業的時候,能夠扮演出實驗室、 公過室等的店舖,提升生產效率。 再看金融業,美國造大金融機構摩根大通指出, 在元宇宙下的加密貨法又可以減低跨過程項的交易時間, 加快交易手續,同時確保交易安全。 摩根大通甚至列一下元宇宙平台提升聚能設立分行, 專門處理相關事項。 可見元宇宙下的工業可以有更快更安全的交易途徑。 因此元宇宙可以位置人類最重要的兩個產業, 視為人類之福。 第二,消費者而言,審減式體驗,用家更為享受。 元宇宙比互聯網更加真實, 更得可以以立體的視覺接收資訊。 例如Nike和Editas在元宇宙的虛擬商店, 找到你好像在現實那樣視山視蟹。 未來的元宇宙更加可以找到他們充破地域探制, 物體地見到天界一方的親朋戚友。 因此Essential調查十個國家後發現, 過程三個消費者都有興趣使用元宇宙購物, 可應消費者同樣可以受惠。 第三,元宇宙確保安全開放, 元宇宙更加上一層樓。 現今的元宇宙需公用多多。 單正而議裁方創作人Dajon Wood所言, 現時網絡傳送數據機制充滿審查, 而且使用門欄膏, 加上互聯網被現實世界的大企業壟斷, 包括Meta,Google,Amazon等等。 不僅使用戶的私隱外線, 更是阻礙用戶登定參與網絡世界, 連袖淨淨給互聯網中國的空間, 透過去中心把網絡世界加油電腦程式運算, 而非由大企業操控, 個人資料重新由用戶自己掌握。 其他平台亦沒有權限收集你的資料, 因此基金屋亦至於有關技術能夠保障網絡使用者的資訊和資金流動。 國際論壇Reddit頁議員宇宙保障用戶的資料和網上創作, 做到以用戶為先, 或他們建立一個安全方向的互聯網。 最後想問有方, 可否同意宇宙是未來的國際大消災呢? 多謝各位! 接著是反方主辯。 政府可以問這 中文者聽起來很準確 大公布。 非常嚴重不準確, 為什麼ムズ你應該wind的經濟意思? 全香港煩惱哦, 對白未拿我、 如此明顯是界 gws 加油 remain 所有貴יי 看看數字有多少分 斯珀羅是月方主辯 你有四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可以講可以 試咪試咪 聽到嗎?聽不聽清楚? 聽得清楚,準備好可以講可以 可以 叮 各位編題中的元宇宙 其實是透過科技 逐漸將虛擬和現實結合 例如夢境是虛擬 醒來就是現實 本身沒有交雜 元宇宙發展下去未來人類進入元宇宙 不單只可以用第一身 全體地進行遊戲 更可以購物、學習、看電影 做現實生活中大部分的事情 更會脫離物理空間 例如重力、距離等的限制 很多現實上做不到的事情 在元宇宙都可以做到 今天有方說到元宇宙很精彩、很方便 但是對於人類而言 推移世界只是現實世界的補充 最終都是要面對 面對現實世界 至於衡量變態更加應該審視 元宇宙不斷發展 對個人、社群或整個人類文明 會否帶來具體的傷害 我方發現元宇宙的發展 是活人生以下的災難性後果 固執整體而言 對人類是和 第一 去中心化監管難 人性黑暗面衝擊社會安寧 元宇宙裏面 每個人都可以用 與現實世界相反的規律 來創造自己心中理想的世界 甚至超出物理世界的 行為準則和社會規範約束 佛洛尼達大學 公共學業研究中心主任 革命新教授就看到指出 人類在元宇宙裏面 處於沉沉的狀態 對人的思想行為容易被操控 更因為具有匿名性 人更加容易無限制地 做出宣洩情緒的行為 無論在元宇宙 或現實世界 都會做出更嚴重的犯罪行為 心理學研究就指出 我們認知到網絡世界 和現實世界是兩個不同的時空 兩者存在著明顯的差異 導致我們表現出不同的行為和想法 在虛擬世界裏面的行為 會比現實世界更加過分 根據反送委仇恨中心監控 虛擬實境遊戲 VR出上的使用者就發現 單單在虛擬世界美國版 在11小時的聊天紀錄裏面 就出現過百次的涉及威脅 言語攻擊、性騷擾等事件 幾乎每7分鐘就有一次嚴重的犯罪 美國聯邦通常委員會前主席 湯姆韋娜就表示 元宇宙使個人私隱、市場競爭和誤導消息等問題更惡化 而元宇宙的遊戲多次有侮辱女性玩家 甚至虛擬人物更加會有被性侵、勾打等情況發生 在中心化的狀態下 難以監管人類在元宇宙對其他人的行為 衝擊人類文明社會體弱 第二,沉溺虛擬世界令現實發展倒退 和達電子進行的研究顯示 元宇宙提供的沉浸式娛樂成人比例足足比傳統娛樂高出近一半 人性耗益惡怒更傾向於沉溺現實和虛擬世界 在元宇宙的時間 越長難以避免對人類的精神、社會結構都會造成傷害 譬如精神科專科醫生丁石全有指出 元宇宙引發精神障礙 就強調到當元宇宙與現實的界限模糊的時候 越來越困難地在虛擬世界中抽離 個人發展而言 校園生活更加疏離 與家人相處更少之又少 從社會發展而言 人類長遠會在元宇宙裡得到滿足 就會忽視現實發展的重要性 只是在虛擬世界中 扮演盡男美女 用不同的身份生活 扶養數碼嬰兒、數碼寵物 不需要在現實世界中 去面對困難去建立家庭 去運動來改善體育 減低面對世界的時間 反而令人類更加滿足 大家何來動力在現實世界 繼續發展自身、制度 甚至更多適用於現實世界的科技 還有想問右方 現實還是虛擬對人類更加重要呢? 虛擬世界越美好 人類會不會越沉溺呢? 多謝各位 接著是台上發問環節 先由正方、甲方、台上任何位便員 向月方主便提問 發問時間一分鐘 月方主便準備一分鐘 回答一分鐘 所有時間結束前15秒 有一丁提示 之後由月方、台上任何位便員 向甲方主便提問 發言時間同雙 雙方有限對方提問一次 和回答一次的機會 之後回到甲方主一副的環節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請評判留意 填寫台上發問分數的時候 要特別留意填寫次序 特別是月方分子 第一格依發言次序是回答分數 第二格才發問分數 我現在請甲方自由派出一位便員作 台上發問 比賽 請問問問問不清楚 清楚準備好 可以說可以 可以 定 最後各位大家好 現時的互聯網 存在著大大少少的安全人文 更有不少的公司社交平台 因為利用客戶資料來賺錢而被罷用 例如臉書、亞馬尚、Whats app等 網上更有不少的客戶透過大公司的伺服器 來做取用戶資料 所以才有3.0元宇宙的概念 利用区块链技术保障用户资料 但听完尤方的主编 尤方认为元宙更加难监管 而且会令人沉溺 所以它是人类之祸 但是这些充通都只是理论层面 所以要怎么行为人类之祸 是不是一些问题一出现就叫人类之祸 反正尤方交代声厂 甚至Milta、Yahoo、Lobos、韩国 都创造了自己的元宇宙线 连元宇宙台湾国际电脑 都在运用这种科技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这些公司国家 都在发展人类之祸 多谢各位 月芳有1分钟时间准备 没有人能继续 询七一一 真是 我一定会感兴趣哦 明天 - 時間到,請月方主便回答。 - 試咪,試咪,聽到嗎? - 聽得清,準備好,可以說可以。 - 可以。 - 多謝友方的發問,首先要解釋清楚互聯網和元宇宙是兩個不一樣的概念。 而且,友方剛才提到元宇宙這個概念是為了更安全。 但是為什麼我們今天看到現在元宇宙會發生的罪案是每七分鐘就有一次嚴重的犯罪呢? - 友方又如何去解釋這件事呢? - 還有,其實元宇宙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它在一個去中心化的情況下是不能監控的。 - 友方又如何去解釋這件事是安全呢? - 感謝各位。 - 現在請月方自由派出一位便宜,作臺雙發問。 - 現在請月方自由派出一位便宜,作臺雙發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好意思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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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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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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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叮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请甲方主编答表 是吗是吗 听得清楚 准备好请我可以 可以 叮 再告诉大家一口 若芳发问 若芳问我们如何保证大公司 不会垄断缘手的东西 若芳明显没有听到我方主编说的 若芳主编说的就是 这个后终深刻的网络世界 那些内容的资料是由电脑程式运算 不是由大企业拖控 所以不明白什么 元宇宙之后就会有大企业拖控 所以从来看 那是不同的元宇宙一起融合了之后 那是一个元宇宙没有资料是会外出的 所以说根本没有打公司管理的时候 若芳你后期设论的就是 现实的元宙有多少是被打公司垄断 有多少的资料外出了 否则的话根本就没有安全问题 根本就是保证到私人被现实的时候 更加安全的时候 也欣赞人类之福 多谢各位 外相发问环子结束 现在轮到脚方的第一副件 是否听得清不清楚 听得清清楚 听得清清楚 你有三分钟时间 准备好请个可以 可以 听得清清楚 听得清清楚 各位大家好 我方主便还有问过游方 同不同意元宇宙是未来的大趋势 游方都不反对的 现在全世界这么多国家 这么多企业都在运用元宇宙辅助他们 正是因此 在主观上来说 就算元宇宙 他称不上是人类之风 也绝对不会是人类之禍 不知道有方是否觉得 这些国家 这些企业 通告做错了决定 他应该放弃元宇宙 因为元宇宙会这样想 因为元宇宙的定义太过肤浅 元宇宙说现在的元宇宙已经是最终的预警 其实事实上元宇宙最重要的一环 它是提供一个更加安全 更加有系统的数码平台 而今天元宇宙合量变谈的标准为 元宇宙会不会伤害到人 但今天也讨论 但今天单单讨论现时发展中的元宇宙 元宇宙是不足够 要合量变谈的标准 应该放眼元宇宙的发展情况 以及它的最终预警 所以明清了问题之后 有方依然都反对的原因 它是下空位从消费者、生产者、两个持统者角度分析 首先是消费者 包括元宇宙会有法律问题 情骚扰、威胁等等 但从而无论证过究竟现状下 元宇宙究竟导致了多少法律问题 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 为什么那么多公司、那么多国家 都依然坚持要用元宇宙去发展科技 去发展它的市政等等 它究竟是完全不担心这些法律问题 为什么全部都做错了决定呢 再者 电邮、短信、互联网 通通都有机会出现异常这些问题 是不是全部都是人类之祸呢 再来是生产者 有方说生产者的人会沉溺这个元宇宙 容易被操控 首先多谢有方神经 元宇宙的确很吸引人 所以就会沉溺 但是在有方的立场想 单凡沉溺就叫人类之祸 所有的事情做多了都会上瘾 做多了都会沉溺 比如说互联网 用多了都会沉溺 忘记了现实 那互联网是不是又叫人类之祸呢 其实元宇宙做的全部东西都在辅助人类 例如是RCO可以用虚拟货币 代替电金集资 有集资更加方便 更加安全 维修汽车更加快捷 又或者可以开越福建时间限制 进行网上会议 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人类 带来便利 而这些人在有方眼中 是否叫沉溺元宇宙呢 最后我们看看元宇宙的 是怎样帮助到政府生产者 新加坡作为最大规模 打造元宇宙的亚洲城市 它组织在2014年 接口覆盖元宇宙的三维数码模型 但传统三维模型 未能够跟上建设环境的变化 而且耗费了大量的人力不利 因此新加坡都决定用城市数码分身取代 旁贵也叫了元宇宙相关的径用 扩大到经济、文化、旅游、教育等市政 更加规划用元宇宙基讯 针对社会弱势社群 开发克服时间、空间和预言限制的新型服务 元宇宙空间数据基建 除了可以提升公共服务效率之外 在联合国建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也强调 用元宇宙对实现目标的重要 还有想问由方承证 元宇宙的确可辅助到生产者呢?各位 第二位 然后是 隔方的第二 然后是月方的第一副面 隔方的第一副面 清楚,你有三分鐘發言時間 可以 再有各位先來處理一下共識分歧 其實我們雙方都認為元宇宙為人類帶來不同層次的進步 但到底人類沒有這些虛擬電 這些快樂的體驗有多大的損失,為什麼不行呢? 所以有方同學必須要論證 你口中所說的元宇宙利説為什麼對人類這麼重要 更重要的是你要給和福兩者 為什麼要得出福這個結論呢? 但今天有方同學其實完全沒有說過福這個結論 他們真的說今天有什麼好處的時候,為什麼今天是福呢? 今天我們雙方最大的分歧是在於 有方同學認為虛擬世界的進步就等於人類文明世界的進步 但我方就認為元宇宙科技和過去的電子遊戲、社交、媒體、網絡發展不同 會改變了、破壞了人類眼中現實和虛幻的界線 元宇宙越發展,人類就面對更多罪惡和武動力去推動現實世界 所以今天有方同學不要再說互聯網就等於元宇宙 兩者是完全不同的 有方同學跟我們說去中心化資料可以更加安全 但其實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前主席湯威力認為 元宇宙是將個人的私隱、市場競爭、誤導消息的問題更加惡化 有方同學更加說元宇宙是可以管控到罪案的 但其實剛才我方主席都說過了 幾乎每七分鐘就在現實世界中有一次嚴重犯罪的時候 為什麼元宇宙的時候就不會更加嚴重呢? 今天有方同學說得很好聽的 但是說來說去都是那兩個字 經濟兩個字 今天有方同學看起來很淺白的 為什麼呢?他們只知道錢兩個字 但是他們有沒有想過錢是不是可以代表到人類的價值呢? 根據英國廣播公司發現 兩大主要元宇宙的平台都容許13歲以上的用戶 進入虛而脫醫務俱樂部 還要提供色情道具 調查員扮演13歲的少女 更受騷擾的時候 想問有方同學在去中心化的元宇宙 如何避免這些行為呢? 沒有任何阻嚇性的機制 人類和元宇宙和現實世界為什麼不是更危險呢? 有方同學根本不理解元宇宙的尋定式體驗 帶來給電視遊戲、社交網絡更加惡劣和心理傷害 難怪其中Sabira Brighton的And Friend都指出 研究中表明VR的使用者被虐待和傷害 遠比其他數字更具創傷性 而我們人類之所以去進步 就是因為我們在現實世界都有一個滿足感 會通作、會學習 而有方同學所說到未來的元宇宙可以做到的 就只有經濟 上海哲學院副所長承訴媒表示 遠遠就會根據人的行為數概去理解人的意圖 和滿足人類的前代需求 最後令人類無形地收入求真意識 當未來越充於成人的遊戲生活 人和人之間的活動越來越少的時候 最後人類慢慢退發 最後精神空虛 在現實的世界 人要通過外表、年齡、職業、地位等等的信息 去得知交往對象的身份 會將其他人眼中更好 去提升自己、努力、變得更好 提升周邊的一切 同而獲得自我的身份認同 但今天有方同學成不成為元宇宙 就帶來更多罪我 多謝各位 然後是甲方第二孤員 不好意思,主席 其實你一直沒有開梯去叮和我招約 我只是舉了一段時間 沒有聲音,我聽不到聲音 我是有開到咪的,我是肯定我有開到咪這件事,但可能在收音上就,請問評判是不是聽不聽到我記錄聲叮的? 不會,我聽到 我也聽不到,不好意思 好,你等一下,我換一換耳機 我想很多時候,其實是因為有人在說話的時候,聽聲會被人吃掉的,所以我想賽會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才會舉牌去提示當學的 謝謝評判的插解,但我再換一換耳機,我再試試第二個收音效果 好,應該現在的收音效果會比較好 如果下一輪再聽不到的話,請開 或者介不介意舉牌的時候舉久一點,讓同學留意到 我現在舉牌的時間是長達五秒鐘的,是否想我再舉久一點? 可以,我可能再提前一兩秒再舉 好,謝謝,我們現在繼續賽事先 接著是甲方的第二副片 甲方的第二副片 請問大家清楚 甲方的第二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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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帶來災難 但是那災難到底是什麼呢? 是否代表我有罕災 我有些飢荒 就代表對這個文明帶來災難呢? 因此,甲方的標準 顯然是過於模糊的 充其來也只是在論證著 現時的元宇宙未能為何所有人類 相反,我方給甲方更加宏觀 看了三個不同角度 因此說人類之福 我方前場跟你說過 現在的元宇宙可以幫助到不同產業和事分者 甚至烏連網本身已經是人類之福的時候 我方的標準更加清晰 因此,有方依然支持元宇宙的面題 是基以下兩點 第一,有方跟我們說 實現去中心法更加難監管 更加會做出很多威脅的行為 甚至會性騷擾其他玩家 但是有方第二個論點 正正跟我們說 去中心法可以帶來更加平等的社會 那些人沒有分膚色 沒有分種族 肥人都可以打造成虛擬的獸人 更加可以減少被霸凌的機會 因此,要解決有方口中的性騷擾問題 為什麽不能透過設立用家的守則去解決問題 違反了用家的守則去譴分 不明白為什麽解決不了 所以第二,有方向我們說 那些玩家會預言宇宙成忍 但是真正成忍的人數有多少呢 一副跟你說過 元宇宙是輔助人類進步 所以比起他成忍 元宇宙更加能夠做到的 正正在疫情下可以促進人與人之間的交往 可以令用戶和身處海外的親群戚友共聚一堂 正正因為現在有各種的限制 所以元宇宙更加可以去突破界限 形成相互相成的角色 所以今天有方自己都自相矛盾的 他說很多性騷擾的行為 但是他另一邊商又說 那些人會被元宇宙成人 那你是不是覺得哪些人會享受他被人性騷擾呢 因此元宇宙可以令到自卑的人侵襲自信 所以按照友方的邏輯正需要人類之我 那現在那些互聯網啊那些遊戲啊 那些是否全部都是人類之我呢 反正友方口罪來解釋清楚 這次不單只是製造業和金融業 更加還有一班藝術生產者 他們在元宇宙底下都能夠同時獲益 元宇宙裡面的每個NHC都能夠足入好意 能夠通過公開原創者的身份 保障他們的擁有權 而在元宇宙進行創作 不會好像現行那樣 會對平台進行審查 創作者變相有更大的創作自由 不在乎因為觸犯界限而受到制裁 甚至NHC提供了另類的作品銷售方式 當作品沒有次被買家轉售的時候 元宇宙都能夠收取一定的收益作為收入 創作紅貓的創作者Chris Torres 史出因為藝術令到他這種網絡迷因創作者得到承認 而NHC的藝術家Angie Bonazetto都認為 NHC開拓了藝術家的創意 而當目前的小眾藝術被忽視 NHC又何嘗不是提供一個被肯定的機會 都是各位 接著是粵方的第二副面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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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得清楚 準備好聽說 可以 可以 各位大家好 聽完尤芳浩的幾個辯文的發言 其實不難發覺尤芳浩浩忽忽略了變態當中 很重要的兩個字眼 人類 其實我們今天真正討論這個變態的時候 重點是什麼呢 是元宇宙? 不是 我們今天真正討論這個變態的時候 人類究竟怎樣追尋幸福 才是我們今天真正討論重點 在尤芳浩的眼中 其實他們在看兩件事 就是元宇宙現時的發展情況 和最終的圓景 先說現時 有方今天跟我們說 元宇宙帶來了很多經濟的效益 例如他們會對不同的持份者有效 或有幫助 但請問尤芳浩同學 究竟 說這一幫持份者 在人類這麼大的群體當中佔多少百分比 或者佔多大的比重 有方從來沒有解釋過 也從來沒有說過 同時間 有方的口中所謂的經濟效益有多大 幫助到多少人 有方也從來沒有解釋過 所以這個所謂的福 究竟能夠為多少人帶來福祉的時候 有方都說不過去的時候 請問這個何嘗 是對人類的一種福呢 第二件事 有方跟我們說 最終的圓景 其實今天元宇宙發展到最終 其實是一個怎樣的情況呢 就是我們會將我們的意識 上傳到一個虛擬的世界當中 去一個第二個世界當中 去繼續我們的生活 但這件事 其實和現時的互聯網的技術 其實是有一個巨大的區別 根據青華大學的報告指出 元宇宙其實是一種沉浸式的體現 就好像我們在另外一個世界上面 去顧另一種的人生 所以和現時的互聯網、打機 這些成人 完全是兩種概念 請有方不要再繼續 和我們拿互聯網來做一個比較 所以其實那種沉溺的情況 是會更加嚴重 是會令到我們已經忽略了 現實世界當中的存在 已經全身深地投入了第二個世界的時候 請問人類的文明何去何從 好了 再說 有方今天和我們說 元宇宙裏面 其實是可以保障用家的資料 可以不用外洩 又很安全 但問題就是在於 今天我和有方說 其實元宇宙裏面 每七分鐘就有一宗罪案的時候 有方就和我們說 用用家守則來監管 好 用家守則 是不是我們都要追蹤一些 用戶他的行蹤 我們才知道他做過什麼事 才可以監管他 那這個和有方說自己所謂的去中心化 是不是自相矛盾 請有方說解答 好了 最後我們看一下 其實沉溺於這個所謂的宇宙當中 就好像一場美夢一樣 在這場夢裡面 其實什麼都有 我們可以隨便按一個按鈕 釋放一個念頭 我們就可以改頭換臉 用第二個人的身份來繼續生活 但是當我們真正在這場夢當中醒來的時候 才發現原來我們現實的世界是一片荒蕪 好像有方說 我們在這個虛擬的世界當中 做什麼都可以 但是這場的美夢 遲早都會醒來 請問有方說 你認為現實的世界 人類的文明 是不是不需要再發展 多謝各位 現在進入台下發明環節 先由正方台下派出一位便員 向月方台上便員提問 甲方無權指定回答者 月方可以自由派出台上便員回應 台下發明時間一分鐘 台上準備一分鐘 回答一分鐘 所有時間結束前15秒有一丁提示 之後由月方台下派出一位便員 向甲方台上便員提問 發言時間同相 雙方各有兩次台下發明機會 而兩條同學發明可以由同一便員提出 現在雙方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台下發問 現在開始 請甲方派出一位便員 作第一條台下發問 CYCY請問聽得清不清楚? 清除我們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 檢票成果可以 可以 定 各位大家好 簡單歸納有方的標準 角度指得一個 就是從個人層面出發 看看元宇宙會不會影響人類的現實生活 看看它會不會有罪案出現 但之所以有這些情況發生 是因為嚴況下元宇宙發展未成熟 而將來會得以改善 例如亞聯酋和美國警察等 都已經表明計劃規管元宇宙的犯罪問題 更甚至美國已經有人身傷害律師事務所 專門處理你等等的罪案 所以右方的擔憂將來會得以解決 你的閉嘴也不是圓宇宙它負責上的問題 所以今天右方如果但凡覺得 拉近了現實和虛擬的界線 就等於是人類之禍 互聯網初初出現同樣都拉近了這個距離 而初初出現同樣都會有罪案 也會有人沉迷 所以在右方的標準下 你是否覺得互聯網的出現是人類之禍 謝謝各位 一分鐘時間準備 便利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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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有方向我的問題 有方向我第一件事就問我 其實未來這個 這個月宇宙裏面的罪案問題就得以解決 但有方向我從來沒有解釋過 究竟怎樣解決 他就說 現在法治得不好 將來就會好 有方向我又說 其實現在 現在 有方向我又說 現在可能會有一些律師去幫你解決 元宇宙裏面的一些罪案的問題 但是有方向我又說 其實元宇宙是一個去中心化的一件事 即是不需要監管 但是有方向我又想處理罪案的問題 究竟是處理還是不處理呢 所以請有方向我解答這個自相謀害的位置 有方向我跟我們說 互聯網的出現其實都拉近了現實和虛擬之間的距離 但問題就是在於 今天元宇宙的出現不是拉近那麼簡單 它是直接模糊了現實世界和虛擬世界的界線 這才是元宇宙最令人沉溺的地方 你在裡面分不清究竟是現實還是虛擬的時候 請停止發言 請停止發言 現在請月方派出一位便宜 作第一條託下發問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主席 是這樣的 剛才遇到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剛才有一聲很大的響雷 令到那個發言 中斷了一會兒 還有第二件事就是 但是我發現好像裝置的麥克風好像沒有開 請問剛才有方和我聽不聽到我的回答 我們是聽到你的發言 但是根據蔡規 如果是你超時了五秒以上 我就會靜音你的麥克風 好,謝謝 謝謝 現在請月方派出一位便宜 作第一條託 作第一條託下發問 是嗎?是嗎? 是,聽得清楚 準備好請個可以 可以 正 再一個 我是今天有方同學 問我們幾次 如果元宇宙這麽大的問題 為什麽 這麽多科技公司發展 而事實上 很多人類大力發展 那些東西 都對這個世界是有福的 例如近幾年 發展的人工智能已經 發展現有的人類的 情感和思想 有機會傷害 取代人類 今天有方 不否認人類 因為元宇宙神力 不過 他說災難對人類 而不是一定的禍 那我想簡單的問有方 是否地球更多人禍天災 是否才對人類是一種福 各方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 各方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 請問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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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NG nick 丁丁 準備時間結束 請派了出一位辯言答辯 啊 訊號 這是甚麼 確認那程就知道嗎 確認,準備好請確認他 可以 可以 定 各位大家好 首先多谢有方的发问 回答有方问题先 天照行人和当然不是人类之福 但是我们说到很多大公司都在用这个元宇宙 正正因为元宇宙是对人类带来有福 有福 所以那些公司 那么多公司才投放很大不资源去发展元宇宙 所以那些公司不单止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那么简单 那些公司可以提供那些车、飞机的质量 正正是可以造福到人类 令到他们可能搭飞机的时间会缩短了 所以今天有方跟我们说用人工智能和元宇宙类比 他说人工智能可能会有情感 但是有方自己会说可能有情感 他完全没有跟我们说过 那些研究说有情感 所以两个做不到类比 所以我们不说了 所以到最后 所以到最后 根本上元宇宙可以带来到这个去中心法 为什么不可以造福到人类呢 谢谢各位 现在请甲方派出一位辩元作第二条台下发文 请甲方派出一位辩元作第二条 请甲方派出一位辩元作礁 请甲方派出一位辩元作礁 明星 需要装每日法 请一位辩元作礁 正经文 请一位辩元作礁 可以 定 各位大家好 尤峰該將虛擬世界和現實世界二分 覺得虛擬世界發展好了 就必然等於會忽略現實世界 但宇宙的定位從來都不是要取代現實世界 這一刻的宇宙又取代了多少現實世界呢 尤峰從來都沒有落地討論過現況 那份見到的是宇宙現時從來都在輔助現實世界 主面說制造業和金融業 兩個對人類發展最大動現的產業 都因為宇宙而在現實的生產效率更加高 這份唯一的反駁就是以負的時候 問回我們以上的持分者在人類世界的佔比有多少 因此簡單想問有方金融業、製造業 以致在政府、演藝界都因為宇宙而得益 想問一下以上持分者在你眼中 是不是只佔人類世界的少數呢? 多謝各位 只有一分鐘準備時間 已經離開了 這場希望是小朋友 希望長期時 對,這時是最重要的 我們來增加均勢的 所以,你很容易 說,是 所以,你會再割 建立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叮叮 準備時間結束 請月峰派出位便月答便 師妹 師妹 請問聽 清不清楚 清清楚 準備好姓葛可以 可以 謝謝有方同學的提問 今天我方的禍福的界線很簡單 就是對人類文明的摧毀 但今天有方同學只是說利署 他從來都沒有界定過福的界線在哪裡 第二 其實今天有方同學都支持 人類發展現實世界才是他們的主軸 飛機這些全部都是發展現實世界的東西 發展不單說現在 其實都說未來 先說現在 現在就是有方同學所謂的飛機 所以我們人類才更加要努力發展現實的世界 再說未來 其實有方同學都說到未來的願景 當元宇宙變成日常生活的時候 我們就是被元宇宙取代了現實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時候有方同學 是不是又是一件好事呢 今天有方同學告訴我們 去中心化很好 但是今天有方同學最矛盾的一點就是 去中心化我們要有組織 要有規則 要管控他們的時候 去中心化到底去了哪裡呢 第二 我方問有方 去中心化的時候帶來的問題 有方同學一字不提 就是說會管制就可以 謝謝各位 接著請月方派出一位便員 作第二條台下發問 清理清楚 時尾 準備好請說可以 可以 定 再說各位 今天有方論證元宇宙是福 最大的盲點 是基於他們只是認為元宇宙 只是現實生活中的補充 好像互聯網一樣推動經濟消費 但元宇宙的發展 和過去的科技發展不同 會將虛擬世界和現實連接 有方說互聯網有安全隱滑 如宇宙可以完善 但元宇宙中心化特色 執法部門沒有辦法監管 最後想問問有方 到底有什麼有效機制 可以在去中心化下監管呢 多謝各位 現在有一分鐘時間準備 今天有了 也許會 一分鐘 你怎麼會 你會 有 一個 我 你 有 丁 丁丁 准备时间结束 请隔方排出位便于答应 小米小米请问听得清不清楚 有点小声 小米小米听得清不清楚 听得清准准备好请个可以 可以 叮 各位大家好,首先多谢有方讨论的发问 刚才我方台下已经和他讲过 现在阿联有英联同美国 所以计划去监管这个元宇宙 但是现在监管就是有人举报他才会去寄查 所以和这个去中心法完全没有冲突 再者,现在说到现在这个元宇宙 即是发展了很少的时间 他还没发展成熟的最终的愿景 再者,我刚才由主编一直讲到现在 这个元宇宙一直都是互联网的进化版 它和互联网一样都是连接现实世界 不明白怎样有方单一样是没办法连接 各位 现在是结变环节 双方结变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双方结变了 双方结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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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结叛 双方结变 银 银 叮叮,准备时间结束,现在先由粤方煮片总结 试咪试咪,想问听得清不清楚 听得清清楚,准备好清光可以 可以 还有各位,电影《黑客帝国》之中莫菲斯拿出了两个药丸,放在尼奥面前 一颗是蓝色,但是吞了之后会获取一个安逸大虚拟的世界 虽然没有任何感知到的痛苦 另一颗就是红色,这颗就代表你要面对真实的世界 也要充满人生种种痛苦 三位评判,如果你是尼奥,你会如何选择呢? 如果这一刻你不知道如何选择,希望这四分钟可以令你有个选择 如果你问我,坦白说我会选蓝色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实的世界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不开心 小时候要面对学业,大国左右有人制关系,工作问题 还要面对着一个这样的社会 即使我们移民都未必可以令我们真正的感到开心 如果可以,吃一粒药丸就可以解决到以上左右问题会有多好呢? 我方明白,有方今天从这个个人层面出发 说元宇宙可以出用到生产,出用到经济 可以令到消费者在一个更加安全的环境内 都不会洩露到他们的资料 我们明白,没有人会希望自己人生觉得不开心 所以有方同学认为,元宇宙可以令到人类表面生活得更加丰盛 就是对人类有利 一方面,有方同学所谓的发展 只是敢跟大家讨论一下眼下的发展 不敢说进一步或者去到之后终极的元宇宙会变成如何 另一方面,有方同学都不敢跟我们比较 到底怎样才是当眼下的福 到底怎样会令人类面对更多的罪恶 甚至是沉溺在网络的虚拟世界的祸更加大 而今天我方对于各方面的担心 例如可能如果人类过度沉溺在元宇宙的时候 人类会变成怎样? 有方同学的一夫就说 如果人类过度沉溺在元宇宙 代表元宇宙十分之吸引 可以令到他们很享受在元宇宙的世界 但是没有跟我们说过过度沉溺之后的后果 只是在乎在经济上 和为消费者、用家所带来的效益 而去到二辈也跟大家说 去中心化的问题 例如可能我们主编的时候也有说过 元宇宙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去中心化 在用家会在一个无监管的世界里面 但是刚刚有方的二辈也跟我们说 可以设立用家守质 令到那些用者可以根据这个用家守质 但是其实如果我们在无监管之下 无监管之下 即使有用家守质 都没有人可以去批判 或者没有人可以去处理这些犯罪的问题 所以有方根本就给不到一个有效的监管机制 所以其实根本就没办法弱触到这些罪恶 例如刚刚有方说的美国、亚联邮这些例子 其实根本上 根本上就没办法可以实现到去中心化这个目的 所以其实有方同学根本就 根本就不明白到底去中心化 这件事是怎样的 而且刚刚有方同学也不停地跟我们说一下互联网 互联网是怎样的 如果互联网为人类带来和害是怎样的 但其实我们一直都说得很清楚 互联网和元宇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来的 还有各位 人类发展到今天最少都有五万年 由爬行到站立 从无工具到机械入 从符号到文字 从个体到部落 再到国家 由亚当、夏娃去到七十几亿日 每一个时代 我们都面对着很多的困难 科技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令到生活方便了 每一代人都希望可以找到一个方法 令到生活变得更加方便、有效 而今天在有方同学的眼中 元宇宙就像过去的科技和互联网一样 令到人类可以获得更加多的进步、自主性和安全 但有方同学不了解的是 过去其实我们只是借着科技 但元宇宙的背后是将现实和虚拟融为一体 这一个概念就是将人类变成科技的奴隶 也不敢走出来面对现实 从过去什么都没有 到今天我们什么都有 是因为我们会冲、会死、会不甘心 到最后我想问问三位评判 眼前的两张分子就好像同一弱约 如果接下来而你们选择 那你们肯定和我一起面对这个残恶的现实呢? 多谢各位 现在轮到隔风、欠便总结 请问听得清不清楚? 清楚我准备好情况可以? 可以 丁 主席评判座 各位大家好 在现实社会科技发展迅速 由90年代互联网开始普及到2020年5G技术的应用 令大家多自觉地更多了科技 不再像以前那样飞隔全书 在图书馆搜寻书查资料 就连社局都不再随手写 封封组维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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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 无可可信互联网令大家的生活变得更加方便快 人类之福一点都不过分 而元宇宙作为互联网未来发展方向 不然有它发展的前位 是人类或时代方的发展的重要一环 但有方今天觉得全球出生元宇宙是人类之祸 也就是大家发展的一件人类之祸的产物 就是蒙批之谈 所以总观传场 因为双方分歧 就在于有方觉得元宇宙会令人沉溺浪断 但这些问题在现实生活虚拟世界都会产生 但我们会不会说生活是人类之祸呢 并不会 所以问题不是元宇宙特有时 元宇宙从来都只是辅助角色 最终其来可以说元宇宙围及不到某小部分人 但绝对不是人类之祸 而且今天有方连元宇宙的定义都定义得不清楚 连去中心化是什么有方都不知道 去中心化也就是不知道 你不再经大公司监管 并非所有东西都监管不到 所以主要台下都跟你说过 国际层面可以商务监管的时候 有方跟我们说没有监管 明显就不合理 所以从来有方观解变体 有方跟我们说元宇宙正派港市 但是现在生产地先是造福人类最大的群众 所以当然讲钱讲效率 讲物质 讲消费者 可以让他们体验到生活中做不到的事情 特别物理限制 如果社交也都会主动谈计 相信这样的话 对元宇宙对人类 觉得是事故事故作的位置 都心中有数 元宇宙的逐渐发展 城市的规划 数码化的生产 无限 暗发现场 那些以前小型电影先出现的波机 其实已经在电影中一步一步出现 因为地区 甚至台湾都用VR技术 进行外科手术时效 令人类科技发展都得以提升 各方面实现人类的理想未来 1995年2月 另外新闻首刊刊刊 有一篇名叫 《互联网Pay》的文章 这篇文章作者哈利夫斯托尔 是天体物理学家和网络学家 这篇文章非常经典 整篇文章逻辑清晰 一 条理清楚 称之上是有理有据 但他觉得互联网的讯息过载 操作成功过高 觉得普通用户不适用电脑 可以移社交的版本 取代现实社交 而得出了一系列的别论 一 互联网永远不会成为主流 二 在线偷密和博乐社区有为常识 三 在线数据库不会取代报纸 但去到27年头的今天 以上电论统统统被推翻 互联网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 最开始作为最可能出现的现象 在21世纪论全部都实现了 在线偷密的概念 最初只是被人家幻想 不是实际 但仅仅确实证明了这些结论 人类科技发展的质验是错的时候 在原则之下是晶片拆入 甚至在高空跳散的程度 实体验和人有机会发生 但今天有方想象不到 在红团在将来 一 都次说所有都是 到头来者会压实科技能 发展的机会 所以今天 去移世界 人工智能力一点的科技 都是由科技界的想象 再到一步一步的尝试 实际上拼凑成 新技术都是由不同的企业 国家在大众的质疑下 不断坚持改良 进步 最后才可以被人广广广 因此 每位评判需要先选出 三位表现教杰的便宜 再分别级分数 最佳一位得3分 次佳一位得2分 余下得1分 而写分析完毕之后 可以透过Zoom的Inbox 寄出 哦 不用,sorry 我有一条连续可以看到的 谢谢 现在进入评语环节 现在申请朱家媛先生 就双方的表现及一些评语 就双方的表现及一些评语 好,多谢赛会的邀请 今场比赛都辛苦各位同学 今场比赛都辛苦各位同学 可能网赛的形式都要迟了一段时间 可能赛会和同学都要慢慢再 继续去适应 究竟在新的环境上 看下网赛出行的方式可能是怎样 我以下说的是 我会说我对于你们主线的一些看法 但是不会直接等于评论 因为这些我不认同的问题 对方说不到我都不会给他分 都不会扣你分的 先说甲方,我觉得甲方今天 一开始选择 不针对福来定义 这件事 我不会特别扣你分 因为福来真的很虚无缪缪 但是当别人继续挑战你的时候 我觉得你要准备一个说法 究竟为什么你一开始没跌 或者到底在你们眼中福是什么 或者至少要讲一讲 其实那三个范畴 可能你们觉得对于人类来说 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 对于人类来说就是一个福 首先主线方面 我觉得这件事应该是要提前预备 如何应对的 因为我不会说你一定要 要设立这件事 虽然不辨论 辩提字眼 这件事 对一些评论来说可能是很大的问题 但是我当你是一个策略 这样用的话 但至少你要考虑 你用这个策略会发生什么事 第二 我觉得今天甲方做了很多的认识 是 我不觉得必然是正确的 第一 互联网已经在做了 所以互联网是否 其实也有很多的说法 是互联网这件事 又令人沉违 正如你们所说 又令到人开始慢慢疏离 这样 那我不觉得一件事 不是和就是福 因为今天这条双辩 是难的地方 就是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你自己准备的时候 都可能觉得 它好像又有福又有和这样 所以今天这条双辩 我觉得难的地方 是你除了要建立自己的主线 还要拆别人的那个 所以不是说 你拆别人的主线 拆了之后 就等于你静立了自己的那个 那我不 不认同这一种的非黑即白 但是 越方 一直用的方法 是不想和互联网掛勾 去处理 而不是真的针对 其实我觉得 今天越方 就算你回答我 互联网也是有和 我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 因为互联网的确实 都拆了什么 你们的 standards 不过还没去到那么严重 而元宇宙 是一个更加严重版的互联网 其实深敲你们的眼中 至于越方 越方今天一开始 开始主线都很完整 将禍变成一个灾难性的效果 但是 之后 我会说 太过沉溺于去 迫他去中三化的那个位置 然后就开始有少少故事失去 那的而且确 一开始 你直接去中三化 直接抽击他主线 最后一个点 这件事非常之好 但是到后面 若然他证不了的话 其实我觉得 你可以再详细解释一下 为什么他证不了 而之后 你们有推进过的 就是说监控不了等等 但是这些解释 其实你说过之后 你再重复一次 我不会再给你一次分离 反而 其实你就跟我说 你提过 他解决不了 那我已经记得了 又或者你们会有什么 新的说法 那 除此之外 那我再说一说 台下法文 那一道 那 那 我觉得今天 隔约 双方 对台下法文的处理 的确有些 有些距离 我先说隔约 隔约 我觉得隔约 在处理台下法文方面 其实跟一条 其实跟一条 那里面配合 不是那么好的 因为其实有不少问题 都暴露了你们自己 一些犯人的问题 例如在第一条 台下法文 你会 提醒一下 又说回互联网 那是不是互联网 是一个禍 这件事情 那我认为这件事情 是需要解释 为什么互联网 不是一个禍 而你继续 这件事情 因为 这个是你其中 一个很大的 立场 因为如果互联网等于我 你一直类给互联网 你就不能够透过 类给互联网 你心目的是 一直在证明 给大家看 我们可以比互联网 做强很多 而互联网 现在很好 所以 今天发展完 宇宙 必定是一个伏 所以 这件事情 不单止暴露了 你们不断重复 又重复 还提醒评判 你们其实没有认证过 这件事情 但是在第一条 问题里面提出 很多协会 是一个 要新一点的突破 虽然 其实 这些协会 你们都 有很多时候 不是带出协会 就等于可以做到 事 因为其实 在现实生活中 有不少机构 有不少小组 只是创立出来 只有名字 你都很清楚 而如此同时 人家是真的 从可行性方面 很贴地地 他告诉我 为什么他觉得 即使有协会 都做不到 若然你仍然觉得 这些协会是可以帮到手 的话 你至少跟我解释 一些协会准备 怎样做 即是怎样真正在元宇宙里面做 而在 甲方的第二条 在桌下发问 就问到 今天不是取代 我觉得这个不是取代 也没什么问题的 但问题是 你提醒现况和取代 现在取代了多少现实世界 这件事呢 就令到你们的条线很飘忽 究竟你们想说 现在还是未来 那你们一直在这里 打一打一打 那我不会扣你分 因为越方都没什么 针对你们这个位置 想和不断的立场转移 去做出手机 但我就会奇怪 其实 你现在不想说的是 未来吗 那现在不取代 那 不是正正根据你们的 说法 在未来发展 未来可能会取代吗 因为你说的未来发展 很厉害 所以就会令到 我觉得和你的主线 有点出入了 那相反 越方的台下法文呢 就反而可以配合自己的主线 那所以我想提醒的是 台下法文 其实不是一些单独的问题 因为其实 譬如拿越方第二条台下法文 你拿出来很短很普通 你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的 但当它在配合它的主线 当它配合它的前场 不断地强调了去中心化 是失败了这件事 它很简单的问题 迫你去答这一题的时候 那它的策略就叫成功 那所以我觉得台下法文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其实它是一个配合场上形势 去逼迫对方必须回答的一条问题的时候 其实自己有多少事情需要说 应该需要问些什么 应该要 你觉得别人答不了些什么 从而问这条问题 令到别人扣分 令你自己加分呢 那我的评论就大约是这么多了 谢谢朱先生 接下来邀请陈鹤培先生 为今场赛事做一些评论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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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听不听到 听得清楚 谢谢 好了 那我讲一讲 今场的小小评论 那一开始就 可能位对位跟着说 那一开始正着呢 我觉得就是 在我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 头那一半在我眼中是很好的 就是你说那些 什么波音 接着之后波子 他那些原语就是工厂 你真的给到一个概念 就是这个原语就是 他在人类的层面 如何隔身到工业这件事 然后再去到第二个论点 可能Nike是一些 C3这些东西 就是听到是一些 对面其实是不会博到 或者处理不到 就是他不可以说 就是他不可以说 这件事是 就是他正可以说 这件事是一样 无足轻触 就是不是太重要的事情 但是他不可以真的 本质上反对你这件事 不是一件好事 就是他只可以说 哦 这件事可能是好 但是我还是坏一些 但是他不可以 由邏輯上打得低你 这一堆东西 而我觉得一个问题 就是今天最大的问题 就是今天最大的问题 就是政方好像在后场 拿着这堆东西 而是最主要的真压 就是他这个Point 3 就是我觉得 其实是政方最弱的那件事 就是你说的就是说 因为现在可能 现在的互联网社交媒体 都是被一些Big Tech去露断 那你就说Metaphors去中心化 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但是当我听到的时候 我已经折下了 那为什么呢 粤语就不会有垄断 就是你之后 有提出了很多的解释 但是都不是太说服到我 比如说的就是 就是你就说 哦 那我们现在是 那些资料就不会 就是你政方你 你回答人家那条台上方的时候 你就说是电脑程式运输 不是大公司去处理 但是电脑程式 都是由某一间Tech company去写出来的 那它怎么都可以 靠写这些program的时候 去manipulate某些东西的了 又或者你又说了 然后还有问题就是 你之后跟监管谋监管 但是可能在自由的位置再说 那我觉得政方就是 头那半部分的政主很好 但是我自己就是后循 拿着这个发挥 重点是去的 我觉得你比较 没有那么好的 那一部分的政主 而反主呢 其实都不差 就是今天我们问 我Best那里 我两个比的都是 一主变 起码头一也好 这样的就是反主 就是你说去中心法 那这个就和别人的 第三个关是直接对破的 那我觉得这里的律政 我觉得都不错 大家差了一点 或者全场差了一点 就是就是 就是你在强调的风险 就是你说的就是 我现实中会在犯罪 我还会放到元宇宙里做 那风险就很大 但是你应该推更多一步 就是怎么differentiate互联网和元宇宙 你应该多些人为impact去出发 就好像比如说 那样东西就是性骚扰那样 在现时的互联网的性骚扰 你应该顶多就是言语上 又或者传一些不雅图片 但是在元宇宙的一个性骚扰 如果你说到就是 就是政科同意 是将来很realistic的 就是好像感同身受那样的 那你在元宇宙被人所谓性骚扰 可能他欺负你或者什么也不雅图片 是跟他在现实中被冒化的一种感觉一样 就是你可以多说一些这些由个 effect去出发 而不是只跟我说 犯罪出现问题的危险会大了 就是这个是你欠了的一个论证 那跟着之后 政府第一条发问 我当然问得麻烦 就是因为到最后 就是你在一些逻辑上面 就说这个这个这个都做 那是不是他们就发展了人类之和 但是第一个就是是不是 就是你带不了我 就是我不会听到 这个政府公司又做就代表 那他们没理由做错 就是我不会有什么反思 或者他们做错的问题 就是你从来 其实你这条是问一线的 因为难道你这样问完之后 他就说也是啊 你说得又对啊 可能真的不是啊 那其实我是反方 就是第一个人出来答 是又是发展有类之和 就是你这里 你给不了压力人家 就是它是可以很容易就可以拆解到的 就是它说是啊 因为我们整条线就是说它是人类之和 就是不会因为你这样问一句 而改变 所以你不要就 你问一些specific一点的东西 而不是那么大到直接问它 喂 那它为什么还是人类之和 因为它整条线就是跟你解释 什么是人类之和 你这样问它是没有意思 它是回到你的线 跟着之下呢 就去到正一了 去到正一我觉得就 出现了很多的逻辑 我觉得不是太确确的东西 那第一个就是 其实最主要都是 你头一部分就是你和我说 啊 因为很多人做 所以呢 就一定好了 你说没有理由 那么多人走去做这些坏东西 但是很多东西 比如说那些工厂在那里排摊啊 又或者就是这类啊 就是其实大企业是做很多赚钱 但是很坏的东西的话 但是不是代表很多人一起做这件事 就是代表这件事本质上没有问题 就是你不可以用你这样的 那么直线逻辑就和我说 喂 那么多人还是代表这件事没有问题了 那么跟着之下呢 就反一呢 就就 还有正一的就是 就是你开出来的就是可以 第二个呢 你又尝试将它 你又尝试 我说昨天的一件事 尝试将它和互联网啊 或者犯罪 就是这些 就是将原语上互联网呢 就拉上关系了 如果犯网我做得好呢 就是你就尝试要拒绝它这个前置 就是你尝试将它这个东西 尝试将它这个东西 就是说不是 它有个分别的东西 就是因为它们对现实界限 肯定是模糊的 还有正一多东西 就是你说新加坡东西 我听到你说的 但是你不是太给到一个图像 实际上它是如何去提升公共服务 就是我听到一些语言 但是我听完之后 我摸摸一个图像 它是在做什么呢 然后去到正义了 就是这个就是针对回 就是刚刚找评判说 就是觉得可能反方太多focus on 就是这样打监管这个东西 我同意去到后局 其实你可以一句 就可以收官的就是说 其实它全场都打不到来 而不是不停的loop打 那如果不loop打监管vs 和去中间反这个谋略 有什么可以打呢 不如说就是正义讲 就是你提出了这个 我觉得是挺controversial 就是你说在现实中 我一个肥人 那我一个虚拟呢 我就可以做个瘦人 那这样就很幸福 但是这件事是很大的争议性 那你就是对反方的挑战 正义就尝试去处理那些监管的问题 你就会有用家手质了 那这就回到可能当时我 就是说你主编稿的时候 你的问题就是 那用家手质都有个人来设定的嘛 那谁有这个权力去设定 跟着之后你讲了 哦他打破地理界下 然后在下一个point再跳下去 就会说在元宇宙里面 有很大的创作自由呢 但是那又令我想的就是 那你那个用家手质 就是在某程度上 其实都会把他的创作自由 就是这个问题再去到 你的政方的第一条条 就是说有些政府的机构 就是警察他去监管 那你就是说你同意 或者你的愿景 你是希望政府去对元宇 就有些控制 那其实这件事情 就是你问我 我觉得更恐怖 可能Big Tech有垄断某个平台 因为就等于一个政府 假设各国的政府 可以加上各国的自己的创作 那其实这个censorship 是都挺恐怖的 所以就是 反而都说 就是你用家手质 那样你是要有tractic 你才可以知道 他什么时候违反了 那这件事情就是 就是我觉得 是政方全球都处理不了的 就是比如说 就是 是好像你正义讲的 就是说你说去中心法 但是资料不会经大公司 但是就是想上一层的就是 其实元宇宙本身 就是一个由资料建立的世界 就是你所说的资料 不会过大公司 或者不会过任何一个 就是无论公司 还是政府 这个东西是不太可行的 因为我要知道 你做了什么坏的行为 那些坏的行为 其实就是元宇宙的数据 所以你某程度上 你的数据 是必定要是经过某一些 大个东西的伺服器 才会知道你什么时候做好 所以你有监管 其实就是很难可以做到 你所说的 那么去中心法 那接着之后 就去到 结局那一结 就 反结的框是挺好的 但是内容上有舒适比较正洁 好像反潔都已经去到没什么推进 没什么新的事情了 但是正洁都还有说到的 但是同时揭露了两个问题 比如说可能你说台湾和VR的投资 这就是我觉得你应该在前场讲多一点的事情 就是这些是别人博不到的 就是别人要是 就是永远你博东西都是你这样打个例子就要打 你要揭露它的前置或者说Logically 你这里整一堆东西都是没什么意义 因为它不方便提到一定的难度一定高 你就这样讲一些小的东西就应该在前面 摆多一些这些就是台湾用VR做手术 就是你在医疗界限上可能元宇运用 其实都可以是很popular 可以有很多potential 那你应该说多一些这些 而不是今天好像被反方拉了住走 好像全场是塞了在你所谓的弱位的打路 那评论差不多 谢谢陈先生的评论 接下来有请罗斯华老师为今场赛事做一些分享 大家听到吗? 谢谢 那少论分享吧 因为刚才那两位评判在内容上其实已经讲了很多 那我想其实今天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就是双方在那个宇宙这件事 那个的作用 以及它做 就是实际上做些什么上面给的例子是很少的 讲得不够具体的 其实那这个问题当然就是刚才有很多评判都讲过 其实在加坊其实那个问题大一点 因为就是他讲了的当然他只是讲了在经济上面的一些作用的 那他就后场他尝试想讲一些比如说跟别人联络的东西的 那当然这个是有问题的啦 稍后我也会再讲啦 那但是就是是很后很后再讲的 那他就打得很窄咯 就是因为其实袁宇宙是不是只是他的作用就是 就是给一些公司是赚钱呢 我相信应该不是那么简单的 是吧 那所以其实会在尤其是在前场的时候 更多去讲回袁宇宙在一些不同的范畴上的作用 那这个东西才会对方对这个甲方是有利点 尤其是你现在打在这个题目里面 就是反方就是越方说的一样东西就是 这个题目讲的是对人类是有利的嘛 是福还是我嘛 是不是呢 那是对人类嘛 那所以其实你就要较少少 就不可以只是讲对那些商家有钱那些有钱人是有利的 那你说的东西就会多一点点才行的 好了 那还有一个东西其实也是我觉得 今天在甲方来讲是比较大的一件事 就是呢 那你说完宇宙的时候呢 你拋出了很多概念 包括NFT啦 区块链啦 这些这样的东西 互联网上就是你经常拿来比 但是问题是 这些东西其实是不是等于宇宙呢 我坦白告诉你我理解的就不是 因为那个问题譬如NFT 区块链这些 它可以独立存在的东西 只不过在元宇宙里面用了这些东西而已 OK 即使元宇宙这些东西不存在这些东西都在那里运作 那所以呢 就是如果你将 比如说NFT啊 区块链那些呢 等同于元宇宙呢 这样去推论呢 我认为是非常之不合理的 这些东西你真的要留意一下 OK 所以其实你真的要具体一点说 就是 这个是一个建构出来的虚拟世界 而这个虚拟世界里面实际上可以做到些什么 那其实我在主变里面听到一个例子之外 我跟进去整场的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听过 所以我觉得其实甲方今天是最可惜的地方 OK 所以到底在里面是会有具体的 有些什么是在做的 是不是 那你如果是 你都不给我的位置我 那你怎么去回应到反方所说的 是不是 有少少 其实我觉得 就是可能你用了很多时间去解释 就是其实可以做到规管的 那些东西 但是你如果只是打这些东西 那你就被人拖着来打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两个东西都是希望大家可以留意 好 另外一样东西就是 你不断地拿互联网来类比 但是你拿互联网来类比 这个是不是 就是互联网是不是等同于元宇宙 其实两件事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因为呢 互联网是说你是把两个地方连接在一起 是不是 但是元宇宙不是 现在你是建筑一个虚拟世界 那你说我上网 我去Google 我去用任何的网站里面的资讯 拿一些资讯 那现实世界是在存在的 但是如果你在说的是宇宙呢 它是想你生活在 或者最少一部分的生活生活在一个虚拟世界里面 所以其实两件事是不同的 是不能够相提并论 所以不断地拿这两件事来类比呢 我认为在甲方来说 就是你这个策略上是很错的 好了 另外一件事 就是在讲那个监管手法 是很大的问题 就是其实很多国家 当它真的去run了元宇宙的时候 它是会不断地发现到一些东西 它需要规矩 所以可能开头的时候 那些的而且那些是一个很自由的世界 但是到了最后的时候 一定是有很多界限限在那裡 令到你本身所能够发挥到的好处 其实是不存在的 那这个是事实来的 那有些国家的规则更加严谨一些 那大家其实都可以从世界里面 拿到一些例子出来去理解 那另外一件事 你也都可以要留意一下一件事就是 就是这样的规本 譬如尤其是我们讲的一些罪行的时候 那其实是用一个什么方法 是去知道的那些罪行是会发生的 是靠report 还是你找一些叫做虚拟的警察 到处去走 那这个事情其实基本上 甲方对于就是那个监管手法 是那个描述是非常之少 那我觉得其实就是 你纯粹你带我说 我有个手势在那里 是吧 我有监管 我未来的监管会比较劲一点 那但是 就是确实是怎么监管呢 是完全没有讲过的 那存在的合理我不讲的 这个刚才有评判都很详细地讲 其实是很不合理地讲的 好了 那反方那里是不是 就是今天是无系合击 我认为都不是 那至少在几点上 我觉得其实可以再做得好一点 第一就是 其实你是没有很明确说出来 就是说 我现在如果是一个虚拟世界取代 就是一个现实世界 确实会带来什么问题 确实会带来什么问题 你有提过一下 但是 那解释其实很不够的 OK 也都不就impressive 因为不够入脑 至少我可能都不太记得 那我就取代了 那取代又怎样呢 是不是 那取代有什么问题呢 是不是 你说多一点点就是 你取代了之后 你对现实世界的冲击是什么 OK 是会令到我们现实世界里面的那些农业 是做不了下去呢 工业做不了下去呢 还是怎么样 是不是 又或者其实那些店铺 是哪些店铺会折落 是不是 那你要多多一点点就是 就是取代了之后 那问题在哪里呢 是不是 那我虚拟世界里面生活 那挺好的 大家幸福 是不是 可以是这样的 OK 好 那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 你们是有讲到一些的罪行发生 例如说 有同学非常好的 就是拿到个数据出来说 就是七分钟 其实就会有一宗的严重罪行 都不发生了 那为什么这些罪行会发生 是吧 它是有什么漏洞于宇宙里面出现 并不是檔案的 但是我说 你看这些人我不知道 是这样的 还是这样的 所以好 多少没有 glaube Fry own 因為去中心化 其實可以打大一點 好 那另外一件事 也有講的 我也欣賞的 其實月光有講的 就是你有講過一件事 就是 這個隔壁是沒有處理的 就是到底有多少人 在這個如宇宙發展裡面是可以受惠的 到底是一個少數還是一個多數呢 那這件事其實你提出了是非常好 那當然其實我就會期待你都解釋一下 為什麼它是一個少數人是會獲益的情況 而不是多數人其實是會受害 那你都可以有一些的解釋在那裡 譬如說如果你說到一些壟斷的情況 這些壟斷 為什麼就會令到多數人其實是受害呢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例如說 其實在全世界來說 基本上你在用Facebook 你在用Google 那這兩家公司在他們自己各自的範疇上都是差不多 我不敢說完全 那都是在一個壟斷的地位 那到底這個問題在哪裡 那這個我希望月光如果你可以說 你自己又可以解釋一下 不過這家方是完全答你不到 它們都沒有說過 但是我想你們其實可以回頭說一下 因為如果你譬如在前場裡面都有一些 這個都作為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論點說出來的時候 其實可以多一些解釋的 那這裡有一點點意見 多謝大家 謝謝各位 謝謝劉老師的分享 現在進入宣讀賽果的環節 今天的比賽結果已經在我手上 現在由我宣讀賽果 首先是最佳辯論員獎項 今天的最佳辯論員是 月光以赴顏俊傑 恭喜 至於今天的賽果 甲方得票0 月光得票3 不然之今天是 月光佛教沈克林紀念中學勝出比賽 今場的賽事到此結束 多謝各位